和市场做多的热情 还说只是符合市场预期 接下来咱们还按 自己市场的节奏来运行 但是昨天晚上这一条消息 直接使得美股 在盘中出现了大涨 虽然最终的涨幅收窄 而使得人民币 也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升值 那么也使得今天 我们整个这个市场 也是情绪比较的高涨了 咱们先来看一看 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情况 收盘点位2967点 1.78%的涨幅 这个2967呢 首先是完成了一个任务 我们这有一个缺口 2950 2962 今天呢直接收盘的新高 就让我们把上方的这个缺口 完整的回补掉了 当然今天与此同时 它也留下了一个 向上的调控缺口 成交量今天放大到了2340亿 之前我们说过市场要想涨 它得放量 但是如果是一个存量市场 当成交量达到存量上限的时候 其实是有隐忧的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 咱们来看看这个成交量 到底是能够持续放量 还是存量上限 从今年的8月份以来 指数从2733 谈过3042 然后谈到3033 再谈到3028 其实高点是逐级下移的 成交量呢 其实也是在每次产生高点的时候 是阶段的最大量 9月5号的这个是3400亿 8月19号是2470亿 这一波是能够温和放量推 所以一路涨到了3052 但是随后是一个下降趋势 10月14号最高量 2212亿3033的高点 11月5号 2000亿的成交额 见到了3030附近的一个高点 今天2340亿 到底是存量的上限 还是其实当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变成了一个确定的利好 会激发市场做多的情绪 咱们的这个所谓的春季行情吧 就是应该提前展开 甚至可以持续的放量 然后去挑战前面的高点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也欢迎大家今天到微信平台 来和我们来参与一下互动 怎么看待下周的市场 利好预期之下指数是大涨 下周是否会继续逼空 A 是的 量能放大 做多情绪大增 指数有望挑战前高 B 不是的 利好提前在盘中释放 下周冲高后面临震荡 咱们也来听一听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四位嘉宾 看看他们四位怎么判断 下周的市场 今天请到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陈文老师 还有董奇安 欢迎二位 另外是吕松杰和夏天 也欢迎二位 稍后来听听几位的观点 今天市场全线大涨 涨幅最大的是上升50% 2.32%的涨幅 成交五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比较关键 超过了5000亿 达到5656亿 前面的量基本上都在4500亿左右 今天一下子放大了1000亿 还能不能持续放量了呢 市场回忆度 虽然今天量能放大比较多 但是今天实际上是一些大金融的异动 所以涨停加速并没有明显增加 38加涨停 三只个股跌停 ST个股方面是7只涨停 一只跌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赚钱效应 很高85% 就是一个普涨的市场 我们先来听听陈老师的观点吧 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跳空上涨 到底是下周继续逼空 还是大概率冲高回落 好的 我的观点呢 应该是说在今天 一个明显的一个大涨之后呢 上周虽然有可能 还会有一些惯性冲高的一些表现 但是呢 恐怕在受到量能 或者是说这个冲高短线之后啊 这种获利盘 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下周 有可能是一个先扬后翼的走势 也就是说我还是选择一个B的一个观点 当然了 今天的这个指数的表现 我们看到呢 其实是确实是非常强的 我把它定义为是一种跳涨的行情 那我们讲的是指数 集体的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高开 并且是在分时的表现上呢 是一路的高举高打 基本上也是一个收盘最高点爆收 那么在最近的这个行情以来啊 可以讲今天的表现 是最为的一个多头 充分表现的一天 当然了 这个今天这样大涨的一个原因 大家也都知道 包括外围出现了一个大涨 包括美股都再创历史新高 那么也有相关的一些 一些外围一些市场的预期的一些消息的 一些这个推动 再加上呢 前段时间事实上市场也有所铺垫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 这个PMI的数据 这个占到龙普线以上 然后呢 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的部署 那么市场对于明年经济稳定向好 这个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盘面应该来讲还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今天攻上去呢 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表现是多头比较的强劲 但是呢 因为短线长得也比较快 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技术上啊 今天也比较有意义的一点呢 就是什么呢 今天攻克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关口 一个呢 就是一口气 今天以跳空的方式 站在了最近一直被压在上方的啊 六十日线的一个均线的一个支撑啊 所以今天呢 六十日线呢 由最近的压力位 恐怕会变为一个支撑位啊 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特点 另外呢 今天也把前期2950附近的这个 跳空缺口啊 得以回补啊 所以在技术上 我觉得今天走得非常有意义啊 那么也这个把最近以来的多头的行情的推动 我认为就是一个叫这个跳涨 再加上什么呢 加速的一个过程 那么既然是前边已经本身啊 在有所反弹上涨 再加上今天一个大阳线 所以短线的这个获利盘 包括解套盘应该也是比较多的啊 再加上今天的量能放的就是相对啊 比较过快一些 所以如果在下周成交量不能有效的在跟上 甚至有可能缩量的情况下 可能多头的上攻的动力 会逐步的减弱啊 所以我觉得下周初会有惯性上攻 但是呢 上攻之后呢 恐怕一些压力的这种自下呢 有可能会出现回挡 如果是说回挡到60的均线附近 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一种 市场运行的一种表现吧 好 就是您觉得上方是有压力 这个压力其实是在整数关口吗 是3000点这样一个位置上吗 对对对 就3000点的整数关口是有压力的 一方面是整数关口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3000点附近呢 也是前期运行的一个相体的 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 所以在这个位置市场这种连续的上攻之后呢 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恐怕压力 就会逐步的显现 所以后市来讲呢 有可能会冲高回落 好 稍后我觉得要重点讨论一下 咱们这个成交量的问题啊 前面几次呢 觉得说3000点有压力 因为在10月14号2200亿 11月5号2000亿 但是今天其实是2340亿 你看这个成交量就是 今天虽然高点没有打过去 但是成交量已经覆盖掉了10月14号 10月5号的成交量了 所以能不能持续放量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对于盘面的研判 董奇安的观点是觉得 下周会不会继续逼空 我认为指数在3000点下方 是没有明显这样调整的风险 所以我认为答案应该是选A 就是说呢 短期应该还会有连续逼空的行情的出现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给这一波的上涨行情要定一个亿 就是说呢 这一波的上涨到底是一个短期的超低的反弹 还是呢 对于春季行情的提前的打开 那么这两个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是一个反弹 那么你可能上去之后的回落很正常 但是如果是一个春季行情的提前的开始的话 那么这个空间呢 就值得我们去想象了 所以呢 从时间角度中间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在应该来说是在今年年初的春季行情的开始 时间应该是在去年的12月底 正好是那次的2440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时间正好是12月底 然后开启了一波比较大的连续上涨的行情 那么对于今年的整个春季行情的开启的时间 其实呢 从今年的时间周期上面来看 其实大家都知道 应该比晚年都要来的早了一年 不管是从公募基金的结账提前一个月 还是从今年的过年提前一个月上面来看 时间呢 应该是要往前移一个月的 所以按照去年春季行情的启动上面来看的话 那么今年应该是提前到11月底 而11月底我们来看一下 11月底的整个上涨指数的点位 恰好应该也是出现了一波调整 而是调到的低点应该是在2800多点附近 那么比如说如果说这里是一波春季行情的开始的话 那么2800多点应该是一个近期的一个最低点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认为从时间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2800多点极有可能是一波春季行情的起点 那么既然是起点的话 那么这一波上涨的空间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而现在正好是属于一波春季行情的 刚开始应该还没有多少个交易率 所以在这个位置中间 市场连续走出逼空行情 这个空间上面是允许的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而第二点问题就是从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是不是支持在这里形成一个逼空性的行情 那么首先从今天市场的成交量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量在底部打出来是非常具有标志的 第一个呢 凸显了市场的人气的效应 第二个呢 在今天的一个压力位就正好回补到之前的跳空向下的这个缺口放量 那么我觉得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所以从技术形态上面这个量价配合突破关键的压力位 是支持股价在这个位置连续逼空的 而从今天尾盘的整个北上资金的买入情况上面来看 其实也表示了他们对于接下来的短期行情的看好 因为从今天的尾盘来看的话 其实在尾盘之前整个北上资金买入只有70多个亿不到 而尾盘瞬间的集合金价买了接近又20多个亿 这说明他们有一种明显的加速去看好下走行情的这种趋势 所以不管是从短期的外资的资金面 还是从时间的春节行情提前启动的这个点上面来看 包括技术层面的量价配合 那么我认为在下周实现连续逼空的这样的条件是存在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机会还是比较大 好 董奇安和陈老师的观点略微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大家都是看涨的 这趋势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节奏上董奇安看得更快一点 逼空的概率更大 来 我们听听吕松杰的观点怎么看 我觉得它这个反弹应该还可以再往3048的这个位置 还可以再看 因为我们觉得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 指数后续上攻的动力还有 从K线的这个走势上来讲的话 其实昨天是有一个要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今天的话在外盘的这种带动下的话 会看到整个的一个指数全中股一发力 就把指数从9月份的这个下降趋势当中就已经是拉了回来 那么而且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一个突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反弹会提前开始 然后那另外的一点是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 会看到有很明显的一个资金回补 首先是在下午1点钟到2点半的这个阶段的话 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入其实已经开始走平了那段时间 但是在盘面上会看到指数 其实那一段时间是有一个微幅的一个抬升 那么这个就很明显的说明是内资机构开始来做这个仓位的回补 然后到尾盘的时候那北向加上内资的一个合力 然后让尾盘拉升会比较明显 所以这种资金的一个回流本身的话 就会对于整个市场的人气带动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 另外的一点是其实我们今天也能看到 虽然说指数涨了很多 但是个股的这种涨跌幅分布来看的话 其实跟平时的来讲是还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很多的股票的话 还都是处在一个刚刚翻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觉得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市场后续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买盘的一个动力 应该还是可以保持 那下周的话有可能还会有这种惯性上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说你的观点是倾向于下周先惯性上冲去摸3000 甚至挑战3050之后才会出现一个修整 对就是说大的一个结构上来讲的话 它还是一个箱体 因为今天的话带动指数的都是属于这种权重股 然后从权重股的走势来看 不管是银行保险还是券商 其实本质上都是这种超跌反弹的那种走法 尤其像中国平安这种比较大市值的品种 都是前面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 然后那今天的话有一根阳线拉起来 本质上还是超跌反弹 另外的一个是我们从最近的一些政策的一种基调上来看的话 那明年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以稳为主 然后那像从12月的MF的这个利率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调整的节奏也是跟之前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所以我们觉得从整个的一个宏观的环境来讲的话 可能不支持指数在这里 马上就是做一个突破3050的这样的一种走势 那么可能还是后面还是维持着一个 箱体震荡的一种走法 那么上线的话就可能是在3048的这个位置 好 来听听夏天 咱们先说短线的 其实现在还是在箱体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只是在箱体里面指数运行的节奏 你怎么判断 那好的 首先从大的方向来讲 我们觉得反正看333这个讲过好多次了 不讲短期来讲 我觉得比较纠结这个位置 我们看上阵的日K线 今天是完成了好几个任务 包括补缺口 然后正好打到了这个布林线的上轨附近 但是现在布林线这个位置 大家知道打到上轨有两种走法 第一种 回来确认一下这个下面的支撑 对 然后继续往上走 第二种强势的话就是贴着上轨一直往上走 当然贴着上轨一直往上走是有个条件的 就是你本身上轨 你的开口方向是要往上的 而你现在你的方向是往下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指数走出这个 个股有可能连续几个大阳线拉上去 就把你的方向给扭过来了 指数上要走成这样 我觉得概率不大 所以我更倾向于下周 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是需要震到整顾之后 再往上走 另外一点 今天已经是从之前的低点上来的第九个交易率了 包括今天创业版 大家都说是一个相提的突破 但是你在第九天去做一个向上突破 我觉得这个时间上 留给上涨的时间好像不是很充分 如果说你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 抵不起来开始往上突破 我觉得你这一波走的时间会比较的充分 那它为什么不能走到21天呢 就是你短期已经走到第九天 你想要在第九天去发力 再走一大波 是比较的难 你需要在这个地方再去 就是很流畅的直接往上涨 是比较难的 你需要在这个地方修整之后 再是继续往上走 所以来讲 就是连续涨了之后 你不能寄希望它连续涨了之后 都不调整 然后直接的往上连拉好几根洋切 我觉得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你觉得现在欠缺什么 就是不会出现连续拉升的这个条件 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市场的反应 纯粹是因为一条消息的影响 消息反应完了 然后咱们接下来下周的市场节奏 就和咱们之前市场的运行节奏一样 还是说现在是因为年底的关系 不适合在像去年的一季度那种行情 直接提前展开 我觉得来讲 今天这根阳线其实是有一点超预期的阳线 应该是大家把昨天这个消息 给预期打得非常的满 然后一口气就达到了这个比较重的压力的这个位置 那上阵来讲 我们刚刚讲到达到布林县的上轨 而且它本身来讲并没有突破这样的一个相提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继续的去做震荡是非常正常 而且今天涨的像银行保险 券商 其实从它整个的形态上来讲 我是觉得它跌不下去 但是你指望这边连续的上涨 我觉得也是比较难 而且说今天市场的一个 之前整个市场的一个主心股是我们的科技 其实科技在今天这个地方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分化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我带了一张半导体指数的60分钟K线 其实它在这边60分钟已经是尝试了好几次死差被拉回来 死差被拉回来 一直是在趋势线附近去纠结 而且今天终于是出现了一个死差并且放出了绿柱 当然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周一有可能再往上冲一下 但是再往上冲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60分钟的背离我觉得就会坐实了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类半导体的指数 应该会出现针对这涨了14天之后的一波调整 大家今天也看到之前我们一直讲的一些龙头品种 比如说北方华创 比如说赵玉创新之类的品种 都是出现了这些逆势的翻率 而且跌幅还不小 所以来讲我觉得科技股调整的情况之下 整个市场想要往上走单靠权重股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休整休整之后再往上走 这个是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走法 另外来讲从指数的方面来讲 另外一个代表小票的指数中正500 今天也是带了一张60分钟的K线 其实60分钟一直都是在 从昨天下午开始就一直在背离 而且这一轮这35个小时的走势 我觉得一波小的五浪是走完了 这个地方也是应该是有一轮调整一下 再往上走 这个整个市场节奏会走得比较健康 你这边直接往上拉的话 我觉得或者说我把它理解成一个五浪的延伸 能走到什么地方没有太大的把握 其实是走不了多远的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就是硬拉是拉不了多远的 但是有的时候现在这个市场 因为你就是一个相体震荡的结构 你因为是个相体震荡 所以如果短线的节奏有的时候 判断有误差的话 其实往往在操作上 你就是会反向 你其实就反而享受不到收益 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这个春季行情的问题 刚才董前安提到一点 说2440其实去年先年底产生的 然后一季度我们开始了一波 轰轰烈烈的春季度的行情 今年会不会早一点 它对比了这一波调整的低点 2857和2440 我们看陈老师和夏天 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 咱们这张图正好是从2440以来 涨到3288 然后调整到2857 那么2440起来 其实在春节之前 我们看到其实也缓步推升 没有成交量的 然后当放大到2000多亿的时候 其实它是连拉了 差不多有四根大阳线 我们现在这2857 一开始起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小步缓推 但是今天开始放大到了 2340亿的成交五 如果从阳线实体的角度来讲 今天是第一根 放量的阳线实体 比较大的一根阳线 如果说春季行情 有可能提前展开了 就是刚才董秦安说的 不是说我们会一路涨 但是在起初的节奏 会不会比较快 今天是2340亿 你说到顶了吗 我们曾经还看到3000多亿呢 我们去年一级多的时候 还看到过七八千亿呢 咱们不说七八千亿 这么远的量 2300亿 2400亿 2500亿 甚至3000亿的量 这样可不可以去期待一下 所以短线的节奏 会不会比较快 所以成交量这个问题 是达到存量上限了 还是其实是有增量了 大家已经开始提前 布局春季行情了 北向都买成这样了 陈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其实觉得这个话题 真的是蛮重要的 因为去年年底的行情 走到去年一季度 4月初到今年四季度 其实走了一波 非常地不错的一波行情 那么确实将近小一年 已经到了 那么这个时间当口 会不会相仿 或者是复制今年一季度的行情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还真的是不能排除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前一段时间 持续地在3000点附近的这个箱体 可以讲盘整的时间 是比较长的了 而且我们看到各种利空因素 不管是宏观经济这方面的这种 这个一个运行的过程 还是外围一些因素的一些冲击 可以讲这些因素的消化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在前期 也就上前一周吧 市场到了2850附近 也是一个调整的低点以后 基本上是拒绝下跌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尽管市场当中的成交量也好 各方面也好 我们当时预料 它有可能是不是会走阴跌的走势 事实上确实成交量 缩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是拒绝下跌的 那么在最近相对有一些市场当中的消息 一些因素的刺激 那么我们看到 就是走的都是比较的稳健 包括今天这个一个这个大阳线的一个拉伸 我觉得跟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的 有的时候的一根大阳线之后 一根放量的大阳线出现 然后再进行几天的整顾 然后再放大阳线 是非常有这种特点的 大家去看一下 今年一季度的行情的上涨的过程 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每一次行情的发动 都是在一根大阳线之后 落干个小K线的整理 然后再放量的一根大阳线 所以在各方面的因素 市场的各方面的多空因素 消化的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那么也接近一年周期 也已经到了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能 不是这个不能排除的 所以我对今年年底 到明年年初的行情的这种过程 我个人也是充满期待的 就是不排除这种概率 但是肯定在指数空间上 我们不会像去年 今年一季度那么大 对 那么快 因为当时创业板 其实也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 现在创业板也已经接近 它1792 1792是什么位置 就是今年年初四月份的高点 而且这个也不知道 是不是巧合 就我们看到今天市场 做多的力量 就是大金融 大金融 对 大金融 在今天的行情的过程当中 绝对是叫一马当先 那么在今天的指数带动 这种作用 我可以讲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们回想 今年一季度的行情的过程当中 也是大金融 包括券商也好 银行也好 还有多元金融 互联网金融 今天这些涨停的这些个股 跟今年上半年的 启动的行情 真的是非常的相似 所以在这点上来看 我觉得也是可以持续去观察 夏天怎么看这个问题 会有一定程度的复制吗 我觉得整个的趋势 我觉得是复制没有问题 向上的趋势 对 节奏上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因为去年2440之前的时候 整个市场不管大的小的 都是经过了一轮比较深的下跌 50的话 其实是11月份那把的调整 还是蛮厉害的 然后的话 那个时候小票应该来讲 是一直在跌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50今年涨了一年 又到上面去了 小票也到上面去了 去年2440上来涨的话 其实离大家成本是非常的远 一直要涨了一段之后 才会有比较多的这样 才会接近套劳盘的区域 但是今年来讲 我觉得你跌下来往上去 到处都是获利盘的一个压力 所以我觉得节奏上 不会像去年那么快 但是方向上 我觉得是跟去年的年初 那把会很像 创业版的节奏怎么看呢 创业版今天也是突破了 这样的一个横盘的响体 我觉得往上翻上去 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你说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第九天出现跳空 往上突破 这个就比较的尴尬 它是可以 的确是可以 再往上打一根再回来 或者说回来再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短线节奏不好判断 但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就是继续地持有 做得来 能有把握去做差价就做 实在做不来 我最近就捂在手里 好 创业版董秦安怎么判断 我反而觉得 今天创业版的一个平台突破 是一个信号 一个非常好的启动信号 一个非常好的启动信号 就是再次上台阶的启动信号 为什么我这么说 首先第一个确实 就像刚刚夏天所说的 在这个位确实有很多的获利盘 最近创业版而言 有很多的获利盘 那么正常来说 在有很多获利盘的情况之下 这个位置是应该会有一定的抛压 但是今天在了一个跳空 高开之后 最终的收盘情况是 连基本上上引线都没有 那么在有这么大的获利盘的背景之下 并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 砸盘迹象的出现 在这个位置是需要有勇气的 什么勇气 就是看多的勇气 如果说大家对于整个 创业版的未来的市场 不看好的话 那么今天应该是有砸盘的力量 但是其实到收盘 我们都没有明显的看到 除了在早上 有一定的科技股的风化之后 但是下午是很快又回不埋上去了 这么说明在这个位置的 投资的信息是非常足的 而在创阶段性高点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投资的信息还足 那么只能意味着一个问题 这个位置极有可能会出现 加速未来看好的这样的行情 所以我认为 在整个的未来行情中间 走出这种逼空的行情的概率 应该来说 不管是从创业版来看 还是从主板的格局上面来看 都是比较大的 因为毕竟主板中间的一些权重 不管是像银行 保险都调了很长的时间 在这个位置往上面拉一拉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能力去拉的 因为毕竟它的位置 调的也比较充分了 好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 今天市场这么涨 领涨的一些品种 确实非常有意思 就如陈老师所说的 领涨的就是今年 一季度行情发动的那些品种 券商 互联网金融 多元金融 当时是因为有金融科技 金融供给侧改革 这些相关的题材 然后推动了券商 金融科技 多元金融 带起了一波 确实是调整的时间 也是非常久 今天是再次启动 咱们来讨论一下 它们的持续性 为什么说今天 其实能够收出一根 光头的阳线 没有大家感觉 没有什么获利盘兑现 那是因为涨的东西 它是套牢的东西 它是持续调整的东西 它肯定没有什么获利盘 它刚开始涨 而其实高位的东西 刚才已经说过了 芯片其实今天是调整的 但是像中位的一些 比如说光学的 消费电子的一些品种 今天还算是强势的 还有一些5G的品种 是强势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金融的表现 首先是券商板块 今天这个板块 涨了4.05% 确实调整的时间 比较久 在相提的底边沿 今天是放量涨了4% 上涨的43家 没有下跌的个股 南京证券和中信箭头涨停 其实一般往往 券商一涨 都是这种券商 带点刺心属性的会涨停 其他大家看一下 保险 保险今天其实也是在 调整一段时间之后的 放量涨 中国人寿 中国人保 中国太保 再来看一下多元金融 你看这个板块的走势图 你就知道了 其实调整的时间 就是从今年的一季度涨完 一路调整 今天是30个上涨 没有下跌 绿亭投资 熊猫金控 民生亢股 华金资本 再来看一下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 这些更多就偏 创业版了 铜花顺 涨停的 今天力 银之杰 东方财富 还有今年涨幅一开始 前期的龙头的金正股份 都是大涨的 吕松杰来分析一下 你觉得有没有持续性 我觉得就是 现在大家就是指数 跌了一段之后 然后开始有反弹 好像市场上面习惯性的动作都是先去把大金融先配上 配了大金融 然后再配这种互联网金融 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很标配的一个动作 你像年初的 今年年初的时候是这样买的 年终的时候好像有反弹也是这么做的 然后那现在的话 也是复制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然后那如果说你从前面几次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轮动来看的话 就是起稳或者是反弹第一波肯定是靠权重来带 但是后面的话 人气起来之后的话 后面提财股的机会可能会变得比较多 那也就是说我觉得下周的话 可能这种权重股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回调 可能是以横或者是这种小阳线的这种形式 然后那更多的一种弹性和赚钱的机会的话 可能会在这种其他的一些题材股 比如说像一些科技 它那不算题材吗 多元金融互联网金融不算题材吗 甚至券商不算题材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品种不管它是叫互联网金融还是叫券商 本质上来讲都是大家去做反弹第一波的时候 标配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是到后面的话 行情开始延续的时候 人气起来之后的话 反而他们不是大家首选 因为反正市场钱已经回来了 今天因为我们看到已经有资金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补 钱已经回补进来之后 后面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做个股的一个弹性 所以到后面的这个阶段的话 有可能主角不是他们 那后面的一个阶段主角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像科技股的话 可能后面还是会有反复活跃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顺序可能有点不同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活跃的 其实一直都是科技股 不是说前面没有题材活跃 前面活跃的全都是科技股 你看券商多元金融 互联网金融 是今天其实才开始启动的 程老师怎么看他们这个启动是什么意思 好的 刚刚其实吕宋杰讲的观点 我是基本上是认同的 就是市场还是有些在炒技艺 所谓炒技艺就是去年行情发动的始作俑者 是咱们的这个大金融板块 那么今天一旦有了一个位置 我觉得也刚好 都是在相对的底部 所以一旦有一定的这种市场积极做多 而且是大面积做多的这种行情的出现 那么大家首选恐怕都是大金融一些品种的一些配置 但是从它的高度持续性来讲 我同意李宗杰的观点 就是说带动是他们发动是他们 但是是不是像今年上半年那样 他们连续的就是成为这个做多的一个绝对的阻力 我觉得有可能呢 就是他们是起到一个发动者 推动者的一个作用 但是到了后边 行情再持续的推动 有可能会就有其他的 包括这个权重蓝筹 包括中字筹也好 包括其他的一些顺值一些周期性行业 恐怕都会有所参与 因为明年的这个经济形势 宏观经济恐怕对于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推动 恐怕都是会出现的 所以我讲反映在今后做多阻力的这种阵营啊 恐怕跟今年上半年的表现会有所不同 另外呢就是对科技股 我也是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 行情相对比较低迷疲弱的情况下 市场做多的阻力是科技 而且今天一个现象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思考和重视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认为今天指数大涨 那么是不是会出现风格切换 那么就是权重者涨啊 或者是多元金融涨啊 那么是不是科技在今天会出现冲高回落 顺着震荡 但是我们看到 科技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调 说明什么呢 说明资金介入科技 还是比较深入的 说明资金对后续的科技的行情 也还是持续看好的 所以我觉得行情的继续走好 跟科技股的秩序 继续反复的走强并不矛盾 所以就是市场的主线没有发生变化 其实还是科技 然后今天券商啊 互联网金融啊 多元金融这种异动 是增量资金就是进场了 然后没有东西可买 逢低配了一点 是这样理解吗 对对可以这样理解 好稍后回来听听其他结尾怎么看 咱们再来说说科技 如果说主线还是科技 但其实科技有高低切换的迹象 稍后咱们来说说哪些科技 大家还可以关注的 了解一下今日股市 微信当中招募的锐头顾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通上迷失身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在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会晤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股擂台 已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市场上行受阻 趋势不能做 波段不懂做 手中个股怎么办 上古拍APP 首届技术达人训练营 限时招募 精选三门技术实战课程 教你迅速掌握技术指标 发现主力信号 把握个股波段行情 七天密集学习 七天紧接技术分析高手 果断操作 逆势至上 赶快下载古拍 每天都能领奖金 还有华尔街游学 等你来哦 您好 中国银行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邵昌武 在古拍APP 看古坛大师兄 古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防范非法集资 警惕高利诱惑 上海品牌 七宝熊猫九 市场上行受阻 趋势不能做 波段不懂做 手中个股怎么办 上古拍APP 首届技术达人训练营 限时招募 精选三门技术实战课程 教你迅速掌握技术指标 发现主力信号 把握个股波段行情 七天密集学习 七天紧接技术分析高手 果断操作 逆势至上 赶快下载古拍 每天都能领奖金 还有华尔街游学 等你来哦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证监会的通气会 连线到的是第一财经的记者 袁玉利 袁玉利 你好 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 主持人 那么今天在证监会立会上 证监会的新闻发言人宣布 那么上市公司分拆 上市的试点规定 今天是正式发布 那么通过试点程序 上市公司可以分拆 目前一些子公司的资产 在境内实现独立上市 那么证监会上市 监管部的副主任 孙念瑞在现场就表示 他认为目前上市公司 很多上市公司 依靠自身的平台 其实孵化了很多 优质的一些资产 那么通过分拆上市 可以使这些子公司的资产 实现IPO的独立上市 或者是通过重组 进行一个上市 那么这会为资本市场 提供更多有优质的上市资源 同时也可以使得 目前存量的一些 上市公司的质量有所提升 那么一家好的上市公司 分拆后是否会影响 上市公司的发展 以及现有股东的利益呢 孙念瑞表示 那么这个主要是 这个其实主要是 主要是考虑到 就是目前很多的 母公司的资产会多样性 那么通过分拆上市 实际上是更有利于 旗下的一些子公司的 一些资产有更合理的估值 那么同时为了避免 分拆上市对原有公司 造成负面影响 试点规定也设置了一些 针对性的要求 包括分拆子公司之后 那母公司 仍然是有连续 三年盈利的要求 同时拆出资产的比例 是不能超过 上市公司净资产的 30% 那么拆出部分的净利润 不能超过上市公司 净利润的50% 以此来避免就是分拆 分拆的资产是上市公司的 一些主营的资产 避免这样的情况 使得母子公司的经营 都会更加的专业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征求意见稿 此次的正式发布的这个规定 比与以前的征求意见稿 相比的话 那么分拆上市的门槛 是由净利润的不少于10亿元 降低为不少于6亿元 那也是进一步拓宽了 那么分拆上市试点的 一个企业范围 那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会严把审核的关口 那么防止一些忽悠式的分拆 或者是概念性的分拆 这种情况的发生 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袁毅丽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科技股 科技股呢 今天确实是有一些 高低切换的迹象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天了 一直都会出现这样一些现象 只不过呢 这个高低切换 就有的时候高位的相对弱一点 低位的相对强一点 今天呢 我们就举了一下芯片的例子 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重点分析过芯片 今天其实是整体 个股普涨的一个格局 昨天的大涨的赵毅 5%的涨幅 已经跌了3.18% 昨天北京军政也是大涨 但今天最终也还是 以阳线报收 红帮报收的 北方华创呢 昨天是涨了1% 今天是0.5% 就这些都已经是 打掉历史新高的 就一直在高位震荡的 维尔文泰 这些也是在高位震荡 今天相对来说是 卓盛威表现得更为强劲 因为之前卓盛威 一直是在高位震荡 没有创新高 所以今天呢 比其他的一些高位个股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相对低位的 全智科技 友言心裁 昨天是大涨8% 今天继续涨6% 友言心裁 昨天涨停机 继续涨6% 但是昨天相对低位的 比如说像阿石创 这一类的 今天就没有再出现 就持续上攻的态势 但是科技依然还是市场 关注一个主流 因为今天券商涨 没有分流更多的科技的资金 来 董秦安 给我们来说一说 科技哪些低位品种 大家可以去参与的 我认为的话 在2020年这个 包括对于下族来说 重点的对于科技品种 觉得关注5G应用领域中间的机会 会比较的合适 那么其实从昨天的会议中间 也是明确地表示了 要加快推进 整个的科技创新的一个应用 所以其实从这个中间也看出了 其实如果说2019年 我们说前期是5G的建设原理 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 5G的应用原理 所以在整个建设内的 相关的一些5G的 上游和中游的个股处 与高位的同时 那么低位的一些应用的板块 我觉得也会迎来一些 致敬的一个炒作 那么比如说我这里 给大家带来了一张图 其实对5G的应用领域 还蛮多的 那么这里总体 我给大家筛选了一些 在近期也是在前一段时间 有过资金表示 并且在近期也有资金 开始慢慢关注的一些领域 那么每一个行业 我给大家带来了 一个行业性的龙头 那么这些个股 都是在相对的低位 不是绝对的低位 就是相对的低位的话 一个是有资金的沉定 第二个 整体的趋势表现 还是相对比较明确的 那么如果说 大家对于高位的一些 就是芯片的 或者一些5G的个股的话 如果有微高情绪的话 那么这些低位的 可以适当的去考虑 而且从今天的盘面上面来看 其实看到虽然说 今天芯片的一些高位购物 没有出现明显的 全面的这样的回调 但是毕竟已经有了风化 既然有了风化 而又在高位的话 那么说明它就有一定的 这样的调整的风险 所以在为了避免 这种风险的背景之下 我还不如去寻找 性价比比较高的 所谓相对低位 并且2020相对来说 确定性比较高的 一些应用领域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好 李松杰 觉得科技里面怎么找机会 科技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 比如说你像细分领域的话 像云计算有部分个股 其实本身股价现在并不高 然后另外的一点 是云计算的话 我们会看到 它整个行业的需求 其实有所回暖 那我们今天有一张图 是几个龙头公司 它的一个营收的同比增速 其实我们会看到 在三季度的时候 几个巨头的 这样的一个营收增速 拐点已经是出来了 那这个营收的话 一般是可以把它作为整个行业 紧急度的一个指标 比较重要的一个参照 那它开始回升的话 就说明大家紧急度 开始慢慢回升 另外的话 我们从海外的 这些巨头的资本开支来看的话 那么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复苏 一直到三季度 同比增速到了17% 然后像国内的一些巨头 它的一个资本开支 也开始 降幅也开始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收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整个行业 是在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当中 然后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有一个短期的催化季 那12月初的时候 华为也是成立了一个 云计算的一个公司 那么未来的话 也会加入到整个的一个 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 所以那相关的 这有一些公司的话 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 华为去发力的 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受益 好 董奇安和吕松杰 也都看科技 但是不看高高在上的 芯片或者消费电子了 而是看一些相对低位的 5G应用端的 或者说是行业 出现明显拐点的 云计算等等的品种 其实这就有一个问题 就高低切换 是不是真的能够 有非常强的 低位品种的持续性 我们说肯定低位的品种 会有走出来的 但是是不是会切换到 除芯片和消费电子以外的 其他品种当中 它们走出一个 趋势性的上涨的行情 这个概率大不大 还是说你宁愿在 消费电子和芯片当中的 龙头个股的调整充分 以及相对中位个股的 调整充分去介入 这样更合适 还是找新的方向 陈老师的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确实 这个话题 就涉及到我们讲的 一个操作策略 操作风格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从市场的这种 包括龙头个股 包括行业地位 包括在最近的 科技股的这种 带动过程当中 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 一些排头兵的个股 我觉得在今天的表现 是值得大家重视的 虽然从策略上来讲 我们当然去找一些 相对补涨 相对低位的品种 来得更加安全一些 这一点我也同意 但是我们要想到 在今天的行情当中 在市场风格 有所变化的情况下 有些个股仍然在盘中 强势表现 只不过是说 因为市场氛围的影响 或者是说资金分流的影响 影响了他们的强度 但他们本身 还是一种强势的整理 或者是一种强势的 这种高位的一些叙事 那么我觉得在一些近期 横盘高位横盘的个股 但同时又是市场辨识度 比较高 在这段时间 虽然有一定的涨幅 但是涨幅并不充分的情况下 有些个股恐怕 还有仍然创出新高的表现 所以对于一些 已经持有的投资者 我并不建议在这个位置 他们就是好像落袋为安 恐怕在叙事充分之后 特别是在大盘 进入一个整顾的时候 恐怕科技股 重新发力的话 还要靠这些龙头品种的带动 比如说 就这周我们活跃过的 其实有封册是得抢的 就芯片当中封册 包括光学 包括芯片半导体 我觉得有些品种 恐怕他们还是在一个 持续向上的过程当中 只不过是在近期的走势 恐怕会体现出一定的抵抗性 或者是说 通过一个叙事整理之后 再寻找新的向上的方向 那就还是以芯片里面的品种 去做一些挑选 芯片 对 包括ILE 包括我们的光学 包括其他的一些上游 包括一些材料 对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细分 还是值得我们去跟踪的 好 夏天怎么看待科技股的高低切换的问题 低位有承接的吗 低位这个就真的是很难去讲得清楚 因为低位网上首先套老盘很多 第二来讲 它一定不是行业当中好的公司 我们回想过去两年 我们一直讲到过的几个股票 照一创新 北方划创 永远都在右上角 这当中不断的会有底下冒出来的 可能短期走得很强的东西 最终你会看到 每一次的反弹是为了继续的横着走 没有能够继续的往上走去创历史新高 能够创出历史新高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的一直在右上角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科技当中 我觉得包括消费电子 都是找最近最强的市场 已经给大家选出来的这些龙头的公司 等它调整下来再买 我宁愿去等这些的品种 也不愿意去参与低位的这些品种 因为低位的品种实在没有太大的确定性 那就是宁愿等消费电子的一些龙头调整下来 然后去做龙头的回调之后的上工 那这个龙头 这个买点大家应该怎么去对应呢 比如戈尔也好 力讯也好 对吧 就这种算是消费电子的绝对龙头了 芯片 文泰 北方 赵益等等的 就这些龙头你建议大家 什么位置上去关注呢 首先来讲 这把的上涨我们以芯片为例 是一口气涨了14个交易 我们就看半导体60分钟可以吗 可以 一口气涨了大概14个交易 那大家看 如果这把60分钟做一个背离下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来讲 会去对前期的小平台的顶部 会有这样的一个测试 所以来讲 我觉得如果能够回到这样的位置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好 等待龙头调整后的低息机会 稍后再来听一听几位觉得 在下周还有哪些品种 大家可以去逢低关注的周期 还有一些其他的权重 是不是也有机会 股市不是一场瘦 涨跌盈亏都是自己的 守株待兔不靠谱 人物求鱼不可行 你需要一把金钥匙 开启财富之门 业界精英金牌投顾 年终盘点互动论打 12月28日 2019有看头年终盛典 隆重登场 收益大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限时招募 精选三门技术实战课程 教你迅速掌握技术指标 发现主力信号 把握个股波段行情 七天密集学习 七天紧接技术分析高手 果断操作 逆势至上 赶快下载股拍 每天都能领奖金 还有华尔街游学 等你来哦 老碰祥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欢迎回来 在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 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 通过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 也可以和分析师们交流 希望对您当下的操作 带来更多的帮助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投票结果 下周到底能不能继续逼空 前面几个交易日的调查 都是看空的比例更高一些 差不多是6比4 今天发生了变化 一半对一半 就1比1 50%对50%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成交样 一放出来 有的情绪是被激发出来了 这种做多的情绪 仓位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大的变化 略微有点变化 变化在哪呢 仓位不变下降了 今天是49% 那么加仓的比例上市 升了达到13% 减仓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是在20%左右 20以下 今天是18% 我们来说一说 还有哪些品种 大家可以去关注 既然大家有那么一点感觉到 做多情绪上升 是不是下周 你不要追高 但是有一些东西 大家还可以看一看的 夏天觉得什么东西可以看 我觉得有一个有色 以这个铜为例 首先先看图 这是LME的铜的周克线 大家看到突破了 近年以来的这样一个下降趋势 那第二点来讲 大家知道铜价到目前这个位置 已经基本上接近了它的一个生产的成本 所以来讲 其实铜价再跌下去 势必造成整个供应的继续的减少 从而继续支撑着铜价 所以我觉得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话 周期股会有所表现 特别是以有色为主 有色就是像铜啊 这一类的 铜驴 这一类的东西 好 那是大家应该这个节奏怎么把握呢 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在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周期可能还会偏比较长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刚刚突破 如果下周配合着指数有所震荡的话 其实就是到了一个可以低息的时候 好 因为本周其实在今天没有大金融异动之前 就是周期和科技 对 这两个品种之间的轮动 但是今天有了大金融 但是你也发现周期也没有大跌 科技也没有大跌 只不过是大金融间更强 所以成交量放出来了 就不是存量的腾挪 有一部分存量的变成增量的回补 陈老师说一说下周一的交易策略 因为大家也在关注周末的消息 你建议大家下周一开盘的时候 怎么去设一下这个策略 好的 因为我主要的观点 下周总体的走势是一个先扬后翼的走势 所以我觉得周初 就是在今天大涨的这些多元金融 大金融的这些票 我觉得大家是追高是要谨慎的 虽然他们今天表现很好 但是恐怕就是短线的一个脉冲之后 恐怕会进入一定的修整 反而是怎么我们讲到的科技股当中的一些龙头的公司 就是我们讲到在这两天 市场风格虽然有所切换 但是他们拒绝下跌 并且强势的横盘整理之后 在大盘整顾的时候 他们恐怕会重新走强 像这一类的个股 我觉得是可以逢低关注 手上有筹码的朋友 当然我觉得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另外一方面 我是同意刚刚夏天的观点的 就是说布局明年的一个思考的话 一些相对低位的周期的品种 因为明年经济总体稳重向好 那么对于一些周期股的带动 对于一些传统行业的带动 我觉得很多的个股 现在确实都还在相对的底部 虽然指数今天表现了 但是相当多的部分的个股 有一定的潜力的 或者是行业紧急度 在明年恐怕会有所复苏的行业 我觉得在当下 是可以值得大家去逢低关注的 好 董奇安呢 我认为整体的市场 估计还可能是一个权重大台 科技参戏的这样的格局 所以我认为在下周的布局角度中间 继续去寻找科技 只是说从目前的趋势上面来看 高位的科技可能会出现 高位横盘震荡的这种格局 那么在高位横盘震荡的时候 势必会影响一些其他的 做科技属性的资金 去寻找一些低位的 所以我刚刚也说了 一些相对低位的 5G的应用领域的机会 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我认为在下周一的开盘情况中间 只要整个是5G的应用领域中间的个股 不出现明显的高开的话 那么可以适当地去进行关注 应该整体来说下周的机会 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好 宇松杰下周一的交易策略 我们看之前外围有消息刺激之后的话 整个一个市场的走势 是一根阳线拉起来 然后可能横一下 然后再走一根阳线 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所以下周的话 可能不太会出现那种连续的 这种阳线直接放量往上攻的 这样一种态势 所以我们觉得下一周的话 就是如果早晨高开的话 还是不要去追涨 那市场有回落的时候 比如说开始有震荡的时候 可以去逢低的去关注一下 像我们刚才讲过的 有一些云计算的这些板块 因为它们整个的话 还是处在低位 那如果说本身 从这种基本面的角度来讲的话 像TMT这个行业 本身都是属于现金流 在最近几个季度连续 会有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后面的话 如果它现金流持续改善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资金 去逢低的去来做这样的一个关注 就是下周一如果高开不追高 就是还是等待指数的一个回调 回调在盘中再进行低吸 虽然我们刚刚有对比过说 是不是春节行情会提前的开始演绎 但是毕竟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讲 再加上指数的位置来讲 其实和今年年初的2400多点 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 只是说趋势上大家认为是一样的 但是在整个的未来的空间上 是不可以去相比的 只是在节奏上会不会略微的加速一点 简单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版的情况 科创版我们看到 其实在本周大涨过之后 一直是持续缩量震荡 今天跌幅在0.08% 79亿的成交额 科创版里面的机会 其实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这有没有一点 就是底部也慢慢走出来的意思 夏天怎么看 我觉得是有的 这个其实前两天 大家也看到科创版是 有一些很明显的超级反弹的品种出现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觉得可能这个地方差不多了 但是来讲好像上面的科技我也不敢买 消费我也不敢买 就回到了科创当中 找了一些底部走出来的 就是横着横着出来 然后连打了几根阳线出来 我觉得部分的资料资金可能就是在没有东西好买 敢于这个下手的情况之下就回到了科创版当中 因为他们当中首先有部分的企业的确是有一定的科创 科技的含量 另外来讲超跌之后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安全 是不是如果找科创版的个股 一是从形态的角度 二是不是也要跟一些最近热门的题材比较有关的 对 如果说题材 首先我觉得这个位置和形态是最关键的 那一定要是超跌之后能够走出来的品种 如果能搭到点题材的话 可能会成为这个爆发力比较强的这样品种 好 本周末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就周末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变化 看看到底是在下周一的开盘 是大家把它解读为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继续释放做多的热情和情绪 还是把它解读为就是一个符合预期的利好 大概率指数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 但是不妨碍你在品种之间去做一些选择 主要来 这里有与众不同的技术讲解 这里是牛伞聚集的训练营 谈股论金 为您解析每日盘灭的跌宕起伏 邀您共享投资达人的赚钱秘诀 每个交易日晚七点 我们与您相约 不见不散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股拍独家冠名 专家团队实际调研 实战派精英精准国际 尽数公告延报 网罗超级牛股 每周一到中午晚20点至21点 公司与行业为您解决投资痛点 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邀请您收看财经夜行线 本节目由青岛啤酒奥古特荣耀呈现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家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股拍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冠生源蜂蜜 联合赞助播出 欢迎来到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股拍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上股拍APP 七天学习三门精选技术实战课程 祝您提升技术分析实力 每天都能领奖金 还能够赢华尔街游学 本节目由冠生源蜂蜜 联合赞助播出 冠生源蜂蜜 让生活甜蜜蜜 让投资更健康 大家好 我是李婷 本周的市场 个股活跃 赚钱效应凸写 下周的操作还可以积极吗 哪些板块在下周有